这个人的手艺有多厉害 能把古争弹到冒烟 还是电影《闪光少女》 牵制大人角色的原型 一曲《千本英》 作为账号第二条视频 播放量达到四千万以上 从不在视频中露脸 靠手艺征服网友 中国顶级民乐乐团首发的电视节目 国乐大典也邀请他演奏 这个人就是墨运词物调 网站作品排行第一的古争大神 用古争翻奏二次元 摇滚音乐 凭一己之力打破了传统 这位大神是90后 从小学习并热爱古争 高考时考取四川大学 学习对外汉语专业 2014年刚刚大三 全凭爱好翻奏了 虚拟歌手出音未来的《千本英》 因为惊人的手速 让这段作品成为网友心中的 凶残练习曲 后来上传的《痊愈天下》 再次涂绑 它也因此成为电影 《闪光少女》中 牵制大人的原型 无意间的操作震撼了无数网友 而他自己早已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那一段时间里 墨运在忙于考研 由于学业长时间不更新 久到让人以为 他把这个账号给忘了 而他本人也一直保持着清醒 甚至希望这段很长的时间 能帮他把热度消化掉 研究生毕业后 才开始专门翻奏舞争曲目 上传视频 他很少在上传的作品中露脸 出镜也带着面纱 全凭技术打动网友 只有内行才去看门道 在很多领域 专业的似乎总瞧不起业余的 他常常说 自己不是专业的演奏家 但坚持把控音乐的质量和水准 让大家对鼓征技巧和演奏方法 有初步认识 希望更多人知道 鼓征这个民族乐器的表现力 所以他会不断尝试 不同的演奏方法和技巧 以业余选手的方式 为鼓征做贡献 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夏里巴人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他们听到的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而不是每个人弹的什么鼓征名曲 抹韵的作品能让普通人对鼓征提起兴趣 让学琴学到枯燥的人 重新充满热情 让不懂民乐的人体会到民乐的美妙 这就是他的想法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这样一种文人音乐的情操 在我们现当代 其实一个比较辞到的社会 是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弘扬的 就是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 然后去欣赏我们的音乐 欣赏我们的音乐 现在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推崇 其实也是自我认同感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是一个比较高的工作